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见场 我是钱子 先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院举正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玉芳委员 以及李大中副教授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现在最新的战事 到底怎么样呢 俄国的匕首飞弹 匕首飞弹不断的往这个乌东来发射 所以接下来顿巴斯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们集中在乌东这个战区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战事现在集中在这个地区 那当然首都基辅有一些零星的战事 可是这里是重中之重 根据BBC的报导 他说乌军每天要阵亡200人 不断的损失 所以他们急需上百具的火炮系统 急需来支援前线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卢干斯克州 这个地方现在集中的战火都在这个地方 那重中之重是北顿内刺客 北顿内刺客 现在的保卢战已经在开打了 前总理梅克尔这两个人最近在欧洲 或者是在乌克兰还是一直不断的被责怪 责怪什么呢 因为马克宏他的主轴 他的主调是希望能够和战争落幕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你不要羞辱俄国了 一定要透过外交来解决这一场战争 那前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甚至最近也接受访问说 我不后悔我之前调停双方 我不后悔之前调停俄罗斯跟乌克兰 我尽力阻止过他们开战 现在战争很不幸的爆发了 我不需要道歉 我不觉得我过去做的是错的 可是这两个人这样讲 就被这两个人大骂 波兰主战派 乌克兰当然他是在战争中 波兰的总统杜达甚至酸马克宏说 你没有领导者的风范 你怎么可以不谴责俄国 你怎么可以不羞辱俄国 就骂他 那他还说了一句话 大家听听看 杜达说 有谁说过必须给希特勒留颜面 对于这种独裁者 你不用给他任何的颜面了 那乌克兰驻德国大使这位仁兄 梅尔尼克他经常羞辱德国 必须这样讲 不管在他的推特 在他的各种的言行上 他一直在刺激德国 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 完完全全给我们武器 也慢吞吞的 最近他的说法是说 你梅克尔虽然卸任了 那你过去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 所以你是不是现在能够 发一通简讯 给普清叫他停止战争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主战派 或是姿态比较高的政治人物 还在这边加油天火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战争 在普清这一方 他在乌东其实看起来是 有一点点盛政在握 看起来他比较占优势 那他想不到的乌克兰局势转折 随时可能到来 这是纽约时报 最近的一篇评论 也可以看到纽约时报 对于这场战事的风向 已经改变了 他说美国的欧盟 欧盟的朋友 随着战争成本上升 已经对于这场战事的 不同意见越来越多了 战争一始的时候 西方盟友团结一致 称赞泽文斯基都说继续打 我们要得到正义的一方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可是现在因为成本不断的上升 你不断的要钱 拿钱给乌克兰支援他们 所以大家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 甚至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报纸 有一家报纸 他报了一个料 他说英国曾经像北约提议说 这样子好了 我们把拉夫罗夫 这是俄罗斯的外长 我们把他活捉 我们把他扣押起来 然后逼迫普京跟西方谈判 不晓得他的真实性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爆料 所以各种的想法 各种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吗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纽约时报在6月8号 其实这一块我们讨论很多次 那就是武器到底跑去哪里的问题 过去我们知道西方盟友 包括美国在内提供了 超级多的武器给乌克兰 包括监设的 包括一些重武器 包括一些火箭炮 可是乌克兰一直说 没拿到手上 或者是说不够不够又不够 所以纽约时报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他说美国已经给了这么多的钱 跟这么多的武器 可是对于俄军的动向了解 可能比乌军多 因为乌方很少提供计划简报 我支援前线 我把武器通通丢给你 可是你到底怎么用的 这个计划我不知道 美国人说我不知道 我很怀疑你这个武器 是不是用在对的地方 大白话是这样子讲 另外我们看到 这是Russia Today RT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媒体的报导 他说乌克兰对美国隐瞒军事行动的细节 以维持美国的武器供应 乌克兰这边他刻意的不告诉美国说 我这武器放到哪里 我这个武器在哪里用 我这个武器要对付谁 这样子我可以一直不断的 要求你把武器给丢进来 所以如果说这样双方有嫌隙 双方互相猜忌 那这样子能说是团结一心吗 那甚至有很多的说法 说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已经在黑市出售了 在一些黑市 在一些反抗军或者是其他 甚至叙利亚这一些 奇奇怪怪的军队里面 都看到美军的武器流露出来的 那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美国的军事网站 叫Wazon 战争地带 他讲说很多 乌克兰的损失惨重 尤其是战机 所以最后米格29表演机 本来是表演的飞机 也可能开始要挂蛋参战 会到这一步田地吗 来看看普钦 普钦 现在对这场战事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 好像他现在的筹码比较多了 最近有一件事情 在俄罗斯的媒体被公布了 他说我们抓到三名外籍佣兵了 他们 他们是被我们俘虏的人 那这是亲俄的法院说 我要判你们死刑 那当然因为其中有两名 据说是英国籍 所以英国的外相有说话 他说这是一个虚假的判决 你必须立刻放人 可是普钦 应该是不会甩英国吧 我们来看看普钦 他最近一次的谈话 这次的谈话 这次的谈话 这是昨天普清在公开的场合露面的画面 当然西方很多人都说他健康情况有问题 他可能已经死了等等点点 不过这是昨天他最新露面的画面 观众朋友还记得亚素营以及亚素钢铁厂吗 那个时候不是说里面有大鲨鱼吗 甚至有人说里头有西方人在秘密 在一些做一些化学 甚至是核武这样子的一些计划 那我们来看这个关联性是什么 美国的五角大厦 美国的国防部最近公布了 公布了说他们有过去20年 在46个和平的乌克兰实验室 意思是说在乌克兰有设46个实验室 可是那个都是和平的作用 那个都是医药的一些实验 就包括一些可能要减少一些疾病的实验 还有卫生设施 疾病诊断点提供支持 就是一些很平常的医学实验 他把这个告诉大家说 这个前苏联的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明 前苏联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杀伤性武器 可是我们美国20年 过去20年我们在乌克兰提供的 这样子的实验设备 是peace的 是和平的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有人就觉得说 你这个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看看这篇贴文底下有很多网友 美国的网友说 我们才不会相信美国如此关心乌克兰 你为什么要在乌克兰设这么多的实验室 你完完全全关心乌克兰的健康跟卫生吗 还是说美国希望我们相信这些话吗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美国网友有说 我厌倦了我们的钱流向国外 我们来请教预防委员 所以这个东西的吊诡处到底在哪里 美国的法律对于设生化实验室 在做生化实验 规定非常非常严格 所以很不容易设 因为这种东西 万里有病菌什么跑出去的话 那造成的伤害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可能就是美国有一些的公司 可能也有官方性质的 他们就到国外去设 去在国外进行研究 至于说他们在这些国家里面 是不是秘密生产生化武器 我很坦白说了 生化武器是最敏感的东西 美国要做这种实验 这种研究的话 不能说没有 他一定牢牢的要抓在自己手上 他不会在国外进行这种研究 你到国外去进行这种研究 你机密容易泄露 而且有些国家的政治情势并不稳定 如果发生暴乱 政变 革命 造反 这些动乱 完蛋 那这些东西就会完蛋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有他的动机 才会在国外设这么多 譬如说另外一个东西 我的感觉是 他想掌握那些国家的 他们的科技的那些尖端的人才 想掌握他们 因为有很多国家在东欧 以前的苏联帝国这些 他们垮掉以后这些人都没有饭吃 我在维尼纳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 欧国来了几个人参加 他们中间的时候跑去哪里 跑去买成衣 很便宜的成衣 就一个国家顶尖的科学院士的那样的人 院士级的人 他们贫困到一五 真的很非常贫困就对了 对 在维尼纳开这个会 很久吗 很久以前吗 当然是很久了 虽然因为我刚解体的时候 所以我的感觉是 美国想去设这个实验室 看好的这些科学家 稳住他们 不让他们跑到别的地方 比如乌克兰 很多科学家到中国大陆 美国可能不见得想要见到这样 另外如果有好的美国可能争取走 就他自己就把他带回美国去 接他到美国去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掌控 科技的这种外泄的一种方法 一种关键性的掌握 我不认为美国会在那些国家 进行什么生化武器的研究 你要进行这样的研究 你要在美国本土 美国国防部他绝对有办法 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是私人的一些的机构那些 你要设实验室做研究 那个法律规定是非常严的 所以吴角大厦在这个时间点 公布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外界的质疑太多 对没有错 因为俄国这阵子一直提供 而且有些是有文件 有照片 有实体被拍下来 所以对不管怎么 这是很不寻常 因为你美国在太多的国家 设了太多这样一个实验室 我虽然我这个用心比较善良 所以我不会去故意抹黑美国 但是美国的确 你会让人家不得不怀疑 为什么就是你 全世界就是你 别的国家都没有 你在这么多的国家 设这么多的生化实验室 你的目的为何 所以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心里 大概有点虚虚的 所以他希望出来讲清楚 免得人家误解这样子 是 请教渊老师 我不像我们预防委员 这么善心 我对美国一点信心都没有 因为这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个亚述营里面 没有什么大鱼大鲨鱼 但是他们发现了 很多生化厂 生化实验室 甚至于在制造生化武器 就是叫 就是大型毁灭性武器 的这个证据 现在还没公布而已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讲保守一点好 但是我对美国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信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委员讲 这些的一点 就乌克兰它本来是 科学研究是继承了 苏联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研究的话 一般国家 根本就没有这个能耐了 真的是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一般有这个能耐的国家 像西欧那些国家 像比利时 荷兰 他们生化也很发达 但是他们的道德上的操守 就不容妥协 乌克兰是绝佳的环境 那美国这边讲得很清楚 过去20年来 他们已经设立了46个 对 所以说这边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这件事情的发展 不过我绕回来要讲 现在这个局势 这个北顿的时刻是一个城市 陈列斯基已经承认了 其实他没有讲而已 就是说很多国家 在逼我上谈判说 我接下来可能会被我们自己 国内的机器分子暗杀掉 他都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对他来讲的话情何以堪 因为前面演戏的时候 大家都是演得非常好 认为你是超级英雄 伟大人物什么 这个名阳侵蚀 现在发觉到不行了 他现在唯一拉到是一个 比他更危险的分子 这个波兰的杜达 他根本都忘掉了波兰的历史 我都很怀疑他知不知道 波兰的历史 那个像法国说你不要再侮辱普清了 人家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惹怒他了 他已经狂蜂乱炸 一个钟头炸两百次了 你知道吗 我们本身都要想到说 你碰到可怕的敌人 你希特勒的话那个时候 老师 我跟你打个岔 卢干斯克的州长说 仅仅只有重装子弹的时候 才有片刻安静 就是说那个地方不断的有炮火声 我跟你讲 这几天我们在讨论 这个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上百天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 我其实讲到外国的事情的话 不能说是看戏 因为全外国的人 我自己外国朋友打电话讲说 这个你们怎么还没发生战争 我怎么吓了一跳 哪来的消息 怎么乱讲话 他会说外国人基本上认为说 本来我以为你们台湾更危险 搞了个半天变成乌克兰了 还是蛮惊讶的 我自己会感觉到说 目前为止 大家大概率来讲 这个乌克兰看样子 不一定能够赔款 他们贪污厉害 但是割地是跑不掉的 另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要了解 普京是什么人物 他一开始好不容易打算 他为什么提到自己要学比特大帝 普京在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之前 说了一番话 我仔细看了两三遍 他这边讲说 整个俄罗斯完全被苏联害惨了 列宁不好 斯达林更不好 赫鲁雪夫混蛋 这个列宁的话 这是我号称 社会主义的算是国父 斯达林是乔西亚人 格鲁吉亚人 然后赫鲁雪夫是乌克兰人 俄罗斯死跟这两个国家 发生过战争 他就是说发觉这些人 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吃完麻吉后 居然还不听我们的话 他认为比特大帝好 比特大帝什么好 扩张领土 为了就是这个扩张主义 对于俄罗斯来讲 简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一种兴趣 嗜血的活动 但是马克龙他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马克龙他接下来几天 今天都10号了 12号开始国会选举了 马克龙拿自己的政治生涯 做赌注 他押对了 因为他们什么极右派的肋庞 或者说是共产党的 那个马龙肖都觉得 他这个讲法是对的 欧洲不能够发生战争 谁会想到乌克兰 乌克兰这个完全是假的 哪里有人 每天死200个人不难过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情况 谁受得了 所以说请大家要稍微思索一下 不能光听新闻 要判断一下 要判断一下 新闻的背后很多的意义 是要抽丝剥解才看得到的 请教老师 对 我觉得这场战争 拖得越久就是两败俱伤 因为俄罗斯国力被削弱 是无庸置疑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还是国际舆论 因为已经超过100天 战争刚开始 大家的注意力 关心还有那种道德 都非常的重 但是只要民意出现变化 民意为什么不出现变化 第一个是弹性疲乏 第二是战争的成本 是全世界都在蒙受 包括通膨 民意如果出现变化的话 就会影响到 各国政府的一个决策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可以帮马克宏 稍微讲一下话 其实如果仔细听 他讲话的前后的脉络 他是先批评了普廷 说你犯下历史的大错 对自己对历史 还有对你自己国家 人民都是如此 他的讲法大概是说 如果把普廷逼到一个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话 你总是要谈判 那谈判是如何进行 所以他是在这样大的脉络之下 而且目前来说 欧洲的大国 基本上德 法 裔 尤其是意大利跟法国 这样的迹象比较明显 至于波兰这样的国家也有 但是基本上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谈判的空间 因为像讲到北敦那时刻就是 一天死两百多人 而且基本上俄罗斯志在必得 尊四季当然说 他没有丢的这种 他有不能丢的这种压力 但是目前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是一个街区 一个街区的反复的争夺 所以非常关键 拖得越久 其实对乌克兰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且拜登总统不是也有暗示过了吗 他说我不会公开 或是私下对泽伦斯基施压 你的领土完不完整 你要不要割让你吐住 完完全全是你自己决定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暗示 有没有可能战争落幕之时 乌克兰的领土也分裂了 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拿过 调整个人 谁会有什么 那你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都要去看上去 你拿过去 我去看上去 我去看上去 我们的东西